一天两分钟,让你不再词不达意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个词组 of the beaten path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of,远离,beaten,被打败的,被踏平的,path,小路,道路 所以这个词组直译下来 它的意思是远离,被踏平的小路 其实这个词组可以表达我们中文中所常说的小众经典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下面这个例句 来体会一下 在这个例句中 of the beaten path所表达的意思吧 这道话的意思是 在多伦多有非常多的赏音景点 那么这些赏音景点不止局限于high park 其实在整个城市都遍布着樱花盛开的美景 你可以找一个比较小众的景点 这样在你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拥挤了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词组以及例句 of the beaten path,被踏平的小路 是我们中文中所表达的小众经典 是我们中文中所表达的小众经典 例句 在这边编达的小众媒体里面